四名志願者面帶微笑 從月公一號的實驗艙走了出來 宣告月公365圓滿落幕 月公365實驗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提出 招來八名志願學生分成兩組 輪流在模擬的太空環境 進行長時間密閉生存 實驗從2017年5月10號開始 到隔年5月15號結束 歷時370天 我們記得我們期待不要晚 但是我們可以用後患優勢 我們用信心能夠和世界 找過總結前幾十年的 一個大步並且奇蹟 超過俄羅斯的180天 月公365實驗 不只刷新了最常人類 密閉生存的世界紀錄 更是閉合度最高的密閉生存實驗 舱內志願學生平常的食物來源 就是自己在舱內 種植的35種蔬果 包括草莓 小麥和番茄 等等 而動物蛋白質就靠吃養殖的 黃粉蟲來補充 我們100%循環再生了 人所需要的氧氣和水 然後食物再生了80% 我這個整個系統的閉合度 達到了98% 就是說比如我需要100公斤的物資 那麼98公斤我可以在系統內 循環再生獲得 實驗比原本365計畫的一年 故意突然延長了5天 模擬在太空中可能發生的突發狀況 累計的經驗技術 也都將為人類在月球或其他星球生活 提供科技支撐 也象徵著人類向太空再邁出一步 記者唐全報道